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静文 又到了健康时间 早上已经喝了一包 Soy Green Paramel Banana 然后现在下午想喝这个 Berry Beet Raising Tree 还有这个Fiber Dog两包 如果是马来西亚就是两包 其他国家就是一包的 所以还没有开始过年 就已经开始生病 开始不舒服了嘛 哇 最近天气转变很大 然后又加上春风又吹来了 然后加上疫情又很严重是不是 所以一不小心很容易不舒服 很容易伤风很容易感冒 现在不舒服喉咙痛感冒 伤风流鼻涕都不敢给人家知道 是不是 很怕别人以为我们中了 然后其实自己也是很怕 很怕一不小心就感染上了 是不是 其实中不中是一回事 那个心理压力才是很恐怖 才是大见识 因为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在想 哎 自己是不是感染上了 然后一直想然后睡不着 太担心了 然后过后晚上也睡不好 再加上很怕感染上自己的家人 很怕感染上自己身边的亲人 是不是 再加上这个Fibertock两包 2021年我们大家都会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有点特别 然后不能够团圆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不会亏待自己 还是一样会对自己很好 一样会吃团圆饭 只是人不起 然后一样会大鱼大肉 然后大吃大喝山珍海味 吃很多很多好料 黏饼 其实黏饼肉干 各种各样的这些好料 根本就是不用等新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黏饼了 已经开始疯狂吃肉干了 对不对 其实还没有到新年哦 都不用等新年哦 现在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很容易就不舒服了 加上你看 我们过年一定会买汽水喝 买酒喝 然后我们就会把汽水当水喝 然后把啤酒当水喝 是不是 就是无法控制到自己啊 其实这样子哦 也是让我们身体很负担啊 虽然一年一次 要开开心心的度过 但是一个新年 我们又伤肝 又伤心脏 又伤肠胃 我们大鱼大肉你看 如果我们没有保护肠胃的话哦 它就会吸收到油啊 吸收到我们吃进去的油啊 脂肪啊 高热量啊 高胆固存等等的 其实一个过年哦 就是超标 健康超标 然后很容易肥啊 一个过年就很容易胖起来了了 这要想尽办法怎样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啊 所以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然后保养也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一大杯的营养 就是这三种 然后加上我们久久去一次 就会这样 就会聊天哦 一不小心就聊通宵 一不小心就聊天亮 一定要等太阳下山了 才可以开始聊 才会聊到很有话题 不然太阳有在哦 聊不到天 所以都是半夜开始 一人一罐汽水 一人一罐啤酒 然后就开始聊通宵 其实真的是很散感啊 吃太多好料哦 又不会那个食物中毒啊 消化不良等等 所以我觉得 吃多肉哦 要吃更加多的蔬菜水果来balance回来 家里的父母亲啊 就已经开始准备年菜了 有提早一个月准备的也有 买鱼啊买肉啊买年菜啊开始准备 有提早两个星期都开始准备了 因为很怕过年买不到东西啊 所以如果有时候如果冰厨不够冷啊 我们保鲜到不够好啊 其实海鲜啊肉类啊 还是菜啊就很容易不新鲜啊 其实最怕保鲜到不够好 保鲜到不够好我们就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吃了不舒服 很容易吃了啊 食物中毒啊 还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等等啊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过年期间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过年 因为那些存放的这些肉类啊海鲜啊 最怕就是不够保鲜 然后不新鲜啊 所以就会有一些感染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营养呗 然后可以让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过年 所以下一个video跟大家介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迎接过年哦 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伯父 伯父 感谢观看